資料先爬下來,不過爬下來之後的話,我需要先做切割 因為將來要放在那個Jason裡面的話 變成說它的格式一定要先,就是說上面的部分 這個藍綿名稱這個不要,底下的東西 我要把它塞到這個字典裡面 字典外面一定是先一個大瓜壺 然後大瓜壺裡面又一個中瓜壺 然後這一個資料,一筆資料又是大瓜壺 所以會是字典、創列、字典 那如果說,假設我需要這個 那第一步我們需要先把我要的資料先切割 也就是說它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一筆資料五個欄位 所以我們要怎麼先切割 當然第一件事,先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你會發現把它print的話 它基本上它會是一整個字串 所以如果把它print的話,像剛剛看到的話 那當然我們這個一個字串一坨 你就不可能整個把它塞進去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塞進去 可能要先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先把它的裂先切開來 它的裂的話,要注意 我要整個把裂切出來 所以裂要切出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建一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list1好了 我們先在這個list1裡面 等於什麼呢 把html,把它放大一下 OK 特別是要根據這個html.test 就是這個所有資料裡面 我先把它做一個切割 那切割的話,有點像是 Esser裡面那個資料剖析 那我們可以用它裡面呢 尾巴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換行符號 所以我可以用Splitter Splitter裡面的話呢 我可以用 後面呢,你可以用反斜線N 理論上的話 反斜線N就要換行部分 所以先按照它換行的地方先切割 切割完之後 把它先print看一下結果 所以print一下 看一下結果不OK 如果OK的話 就完成第一階段 先把什麼 先把每一行先切割出來 然後把它 不過你會發現 它的尾巴好像除了反斜線N之外 還有反斜線R 所以我們切割的時候記得 我們用了符號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需要是反斜線R 再一個反斜線N 才是它換行符號 你會想說 為什麼換行不是反斜線N 理論上是 可是呢 微軟的系統 如果你假設你是用微軟編輯去做的話 你存在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多個反斜線R 跟那個Linux的系統 或MAC系統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就是 知道說它這邊又有一個反斜線R 所以把它再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切出來的話 就OK了 那你 它基本上呢 就幫我放在一個list 一個串列 所以尾巴一粒中瓜糊 那可是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透過Split的時候 有的時候 有些資料會多 就會多哪些資料 你會發現切割之後 尾巴會多一個空的 這個看 這樣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然後呢 藍位名稱我不要 所以呢 如果我要再切割的話 因為它這個基本上 藍位名稱要把它去掉 所以呢 接下來呢 第二步 就是再跑一個迴圈 那迴圈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要的資料呢 分別取出來 當然你可以用for each 不過呢 基本上我要避開 第一個欄位名稱 因為這個欄位名稱部分的話 我不需要 這個啦 上面編號這個什麼 暗類啊 等等的發生日期發生時段 這個不要 所以如果不要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for i in range 給它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 我們就是 呃 我們把第一個 0避開 所以我們可以從1開始 到全部 用L1N好了 L1N就算一下 這個 這個篡列總共有 多少個 那 因為最後一個不要啦 因為最後一個 你會發現我剛剛 我們剛剛有看到 最後一個是空的 那這空的獨線還沒意思 你寫進去 等於會造成錯誤 所以呢 記得最後再把它減1 也就是去頭去尾的意思 然後冒號 再來做什麼呢 再做第二次切割 第二次切割的話 針對什麼 這個L1N裡面的第1個 再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你會發現 它資料跟資料中間都逗點 所以呢 點Split 我們可以怎樣 按照逗點幫我分割 那分割之後的話 幫我把它放在一個地方 所以前面你可以再增加一個 串列名稱叫List2好了 放在List2裡面 然後再把它print出來一下 那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初步的 把資料先做兩次切割 一次是切割它的行 一次是切割它的斗點 所以得到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應該會看到下面這樣的結果 把它稍微拉寬一點點 類似這樣這樣有沒有 也就是說把資料呢 執行之後呢 可以看到 第一個啦 你會發現輸出的話 從1開始 基本上的話呢 它就是總共一個串列 裡面放了有這個 5個資料 但是最後 可是問題來了 那將來呢 我們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應該是放在字點 而不是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我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所以第一階段是切行 第二階段是切斗點 然後切完之後呢 再放到我們要的字點裡面去 所以接下來第二步 就是把它放進去 那怎麼把它放進去 再來的話 跟剛剛有點類似 我們可以在這個4圍圈上面 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什麼 我們將來要放的那個字點 那個字點名稱也許叫做DICTE好了 等於什麼呢 大瓜紅 OK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們要 我希望呢 能夠在字點裡面呢 放串列 然後呢 串列裡面再放字點 所以第二步的話呢 再放個字點 所以 在這個DICTE的地方 增加一個Key 那Key的名稱叫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叫什麼 我乾脆取個名稱好了 叫LIS3好了 反正這個名稱自己取 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呢 等於就是一個 中瓜紅 就跟剛剛蠻像的 字點裡面呢 放串列 在串列裡面再放字點 所以呢 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再怎麼樣 把這個LIS2裡面的東西呢 全部丟到這一個 這個串列裡面喔 那怎麼把它放進去 你可以再利用呢 DICTE的這個 這個串列嘛 它 後面呢 只要加一個 -append append append就跟剛剛一樣喔 欸 放什麼 放之前喔 所以喔 其實這個概念 跟剛剛那個 蠻像的喔 基本上 其實大概 架構都是一樣的喔 有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 你們也可以參考那個 就是剛剛的啦 其實就是一個 只是名稱 我本來這邊叫DATA 我把它改成叫DICTE 然後一個什麼 它這邊叫People 我叫LIS3 然後底下的話一樣 就把資料放到這裡面來 那放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放一個這個字典 如果當然呢 你假如說呢 如果串列裡面再放串列 就很簡單了 就是再把LIS2 通通寫到裡面去 可是問題它現在不是要串列 而是要字典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它要什麼 你就把它轉成什麼 那只是轉的部分喔 要如何把它轉成這樣子 本來LIS2 它是中刮弧 那你要把它轉換成這樣的大刮弧 也就是說呢 它原來print的出來的結果 就是像這樣 有沒有 串列 你要把它變成字典 那串列跟字典差在哪裡 前面文規強調 第一個符號不一樣 大刮弧 第二個的話呢 串列喔 沒有key 但是字典有key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第一個喔 append的時候呢 我把什麼 把這邊加一個大刮弧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給它key 然後跟它講說 放第一欄的資料 然後呢 第二個放第二欄 第三個放第三欄 所以呢 你把那個架構 那只是欄位名稱 要叫什麼欄 那因為喔 那你可以給 剛剛我們看到 只是那個名稱太長了 所以有時候我偷欄 名稱我都叫 比如說第一欄叫A欄 那所以呢 A欄 你這邊打個A A欄的key 帽號 叫什麼呢 欸 就是 歷十二裡面的第一欄 那就是什麼 歷十二裡面的第一欄 那就是什麼 歷十二裡面的第一欄 就是中瓜虎林的意思 欸 這樣子不就 等於是key有了 key就是A 然後它放第一欄 OK 那第二欄怎麼放呢 逗點就好了 OK 那到底一樣嘛 第二欄的欄為 key的名稱叫什麼 如果我欄的曲 那我就叫什麼 叫B好了 這也是偷欄 讓你可以改一個 比較有意義的名稱 我只是先這樣比較好理解 然後呢 放第二欄就是中瓜虎一 欸 有沒有 那就有key value key value了 然後在第三欄的話 一樣 就是再把它 放到後面 那同樣的方法 這邊改成C 然後呢 就是 歷十二裡面的第三欄 那一時內推 所以後面都一樣 所以把這個 再複製一下 放後面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ABCD 然後呢 就放在第四欄 第四欄 就是三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五欄 就是一 然後就放四 OK 好 那理論上 我們架構都OK了 有沒有 其實基本上 就是把原來的 這個 串列 把它改成什麼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字典的話 那其實改法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改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蠻最難的地方 在這裡 就是呢 我增加一個字典 在這個字典裡面 增加一個空券 空券列 那空券列用append的方法 把原來的這個 好 資料 把它丟到這邊來 特別注意喔 丟過來的話呢 那記得就是把原來的中刮虎 改成大刮虎 然後呢 加一個key 好 冒號 然後放第一欄 第二個key 第三個key key的名稱呢 我因為 取巧了 反正好氣就好了 我就ABCDE 總共五個欄位 就是 加個冒號 分別就把資料放進去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 等於是說 把這個525筆資料 用append的 通通塞到這個裡面了 OK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來為大家確定一下 我們可以print一下 print了什麼 print了這個 這個DICT好了 把這個DIC print了給我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我要了 OK 那你可以看這個資料 資金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的結構呢 就是我們要的 這有點亂 500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外面一定是大刮虎 裡面的key 第一個 我key是給Z13 然後冒號 後面value 那value的部分的話就是 key 有沒有 A欄裡面放的 它的編號 然後B欄的話 就放它的類別 C欄就是放應該它的 哪一天日期 然後發生時段 E欄的話 就放它的地址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字典完成之後 豆典 再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依次類推 總共525個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產生了我要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我把重點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步的話 就是先把串列先切割 切列 切完列之後的話 再切豆典 所以這個是第一步 這個是第二步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再增加字典 字典 然後一個串列 然後最後的話 用append把資料寫進去 這是第三步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寫完的程式 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 參考那個 0602 裡面的 第 0602 裡面的第一 第一頁 第二頁裡面就有 第二頁 我剛剛寫的